哇 还没进大门 我就听说这里有一条神奇的龙 真让我特别期待 哇塞 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个元素更神奇 我觉得真的 我没有此而来形容什么 哇 哇塞 哇塞 哇就是一个城市 这样呢 哇好像找到了呀 哇塞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那个最厉害的 你们这里最厉害的 就是有狂穿水还是什么的 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这是很红的一个打卡 你可以拍一下 就是它 它不仅壮观 而且更神奇的是 它是用20万个 被救狂穿水品做成的 你能想想得到吗 我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 先生去看哪呢 因为太多 美丽的东西啊 除了宽泉水品 轮胎 方弹 还有各种各样的 以想象不到的特殊材料 都围坐成了彩灯 这是今年自贡灯会的一个创新 就看眼前的这个顶 十米高 十万个瓷器 我又要用叫紫英了 这有盘子做的耶 哇塞 从来没想过 坎灯会就像游览一座城市 两千多名工匠 用了六十天的时间 让五千多年的中国文化 闪耀起来 您现在表演的是 敦煌对吧 这个传统的那种舞蹈 这个舞蹈叫什么 这个叫 坏市长安 坏市敦煌 敦煌的传统的 我今天虽然穿的不是 敦煌那些 西语公主的那种服装 但是我还是可以 模仿一修动作 看到甚至古代盔角的战事 我有点恍惚 是不是穿越到中国的古代了 走在这条街上 我也完成了一场 穿越时空的旅程 这时候我不是观众 而是彩灯里的一部分 它是现代科技 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机构 对 碰撞出了一些奇妙的火花 我觉得这是最神奇的 哇 还有那个啥呢 狂龙还在动着 哇塞 好看哦 我去拍一下吧 你看一下 还有一颗彩色的龙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 孩子们的 你看一下 孩子们的 孩子们画画的那种 那种样子 应该是 就是跟童年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是国家 我们在韩国的地方 像中国 我们在韩国的地方 对 谢谢 所以 我以为 它是很奇妙的 老乡啊 对对对 好神奇啊 谢谢到老乡啊 电影试本 让我了解中国的历史 但是只有来到中国 才能感受到真实的气氛 流动的能量 还有热情的人们 大家都关注神奇的中国 中国人对一些传统的那种角色 做了一些改进 博大精神 流光异彩 满堂盛世 这些中国词 我终于可以用上了 那些表代表什么呢 就是新年对吧 不是不是 你问得很好 你是外国的朋友 对这个不知道很正常 好的 这个叫日轨 它是古代 计时的 就是太阳照着 这样从东到西 它照着纸巾上 废到哪 这是几点呢 我们中国古代的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计时的 自贡不仅在本地 我们办到了 今年是第三十届 国际恐龙灯会 但是从自贡灯会而言 它在六四年就开始举办了 到今年 正好是六十年 自贡的灯会 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文字 语言 艺术 性格 还有中国人浪漫的想象力 真是太神奇了 送给你一个礼物 一个小礼物 我们最近 不知道就是你喜欢 你不喜欢 就是这个 这个福字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福字 特别重要的中国人来说 谢谢你 没事没事 这个美好的祝福给您 谢谢你 恭喜你发财 我恭喜你精彩 最好的经过来 不好的经责开 我们所有的神奇的中国分子们 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 马龙今生 冷凤春祥 世事如意 身体健康 万事兴隆 只要是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刘一诚 这原本 我只能开 最不信 นน 这 最不信 好 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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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